110年秀林香家政班解训典礼28号晚上在文兰村米亚丸部落举行 而这次邀请到讲师来教家政班员制作原住民传统碑楼 经过18小时的训练课程 学员们完成了原住民族传统的碑楼 让大家重温早年祖先在高山生活时所使用的人力复运物品工具 110年秀林香家政班米亚丸班员邀请讲师来教学员们制作原住民传统碑楼 经过18个小时联系课程 28号并且举行学训典礼 包括秀林香公司社会科科长吕艾美 文兰村长田文才 秀林香妹代表蔡培火 陈美联共同来进证学员们的成果 他希望其实透过我们家政推广 我们这个是推广教育 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来陪于我们更多的工艺 工艺僵师 那当然现在我们线上比如说像那个朱尼啦 Winna 他其实他们从以前都是家政班的班员出来 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变成我们的工艺僵师 当然他们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光客这边有一些就是在培训工艺僵师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也有没有时间可以配合的话 我觉得不凡可以去上这样的一些课程 我会解释 传统碑楼 但我们没有这个仪式的那么多的罗姆 好今年这个是罗姆斯 罗姆斯 罗姆斯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牛老师哈 如果开网开内生 这种害羞的 大家不过开来不便 开大为无论 你本来都是在开课 因为我们无论是以三国不落 这一次也是感谢我们这位的代表 能够对这个预算 能够给中共 因为你的家政班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要去救你代表它 今天我们会表示 贝楼是原住民传统的负债工具 轻巧耐用 以往是以黄藤 柜子为主要的制作材料 不需要任何钉桩 纯粹以手工编制而成 由于纸巾而且耐用 这些还是唯一原住民最喜欢的用具 作为上升财国载运物品的工具 记得将您学习们了